庆营三年 也就是大清输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新开十一口赔款两千万白银 割让八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之后的第三年 日本的开化运动也终于迎来了决战时刻 党部军和朝廷内分别都发生了一件 在今天的史学界充满争议的事件 版本龙马的传宗八册和明治天皇的党部密赤 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两件事 这里是巫女花散礼 演绎日本历史与传奇的频道 记得先点赞关注哦 在这之前 萨摩的西乡龙圣和大九宝利通 以及屠左的后腾向二郎 版本龙马 中刚圣太郎等人 为了打倒共同的敌人 成立了支持大正凤凰的萨土同盟 庆营三年6月9日 版本龙马与当时作为屠左番参政 而活跃的后腾向二郎一起 乘坐屠左番的蒸汽船西岩丸 从长崎出发 早在这之前的一月 在长崎会谈中 版本龙马就和后腾向二郎 热烈的讨论过大正凤凰要解决的问题 而现在在这艘船上 他们再次讨论这些方案 最终他们产生了 史诚船中八侧的新政府构想 据说是版本龙马口述 旁边的海员对视 长崗千级记录下来的 但是现在原件已经失传 也有说法认为 这只是版本龙马 听了赤松小三郎的构想 融合了他的朋友 恒景小兰的主张之后的微创新 他们二人的主张 现在原文也找不到了 没法查虫 总之这个争议先放到一边 回到主线上来 下关美术博物馆收藏的 据传是版本龙马亲笔手写的 新政府甘陵八册的内容如下 第一亿 聘请天下民事以为顾问 第二亿 选拔有能大名 重新授予朝廷官决 取消现有的有名无实的官职 第三亿 明确外交关系的定义 第四亿 自定律令 新设大典 大名们应该按陈文律令 指挥家臣和领民 第五亿 上下议政所 第六亿 海陆军局 第七亿 清兵 第八亿 日本的经营价格与物价 当与外国市场相当 以上所述 有时之事随时欢迎加入同盟 若是有人可自认为盟主 开始例行这些原则 告诉天下万民这些事 对那些公开违背的人进行讨伐 当朝权贵们也一定不能继续霍国殃民了 当然 传宗八册原文的版本其实有不少 上面这一版本 是如上所述的下关美术博物馆收藏的 不过一般使用的传宗八册 是明治政府下发的版本 那个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创造历史的伟人的语言风格 各种版本中下面的结语出入挺大 但是表达的意思基本一样 而且最重要的八册的顺序和大意都是相同的 所以这个争议倒是没有太大的影响 总之传宗八册是用文字铭记了大政凤凰的基本原则 包括改正官僚系统 废除不平等条约 制定宪法 二院制议会 扩充海渡军 皇权 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等等 现在看来 这些看起来并不是多么突破性的内容 而且与其说是一种策略 不如说是一种愿望 但是对于社会运动而言 通常人们并不是不知道孰好孰患 而是要一起发声的时候 拦截统一以至于变得都没有声音 所以明确的可以传播的纲领是极其重要的 在此基础上 传宗八册还选择了近代化的正确方向 因此我认为这些内容的出现本身是伟大的 总之首持八册的版本龙马和后腾向尔兰 一路向京都出发 庆英山年6月22日 他们与福冈校帝等徒佐藩的加成 以及中钢圣太郎一起 约见了薩摩的小松带刀 西乡吉之柱 大九宝一战 希望他们也能接受传宗八册 而在此之前的5月 辅警番番组松平庆永 与河岛番组伊达忠成 前徒佐番组三类荣堂 以及薩摩番组岛金九光 在四侯会议上也讨论过纲领问题 当时无果 现在虽然薩摩番已经开始计划武力桃目 不过看完传宗八册之后 还是表示没有意义可以联署 他们特别支持上下议会的提案 所以承诺 在武力桃目之前 他们会看看版本龙马等人的情况 龙马等人也答应 如果实在不得已 他们也会参加武力桃目 吐萨蒙约达成 不过在公开的态度上 吐佐番是表达对幕府的忠诚 所以在有识之士中 当时吐佐番被嘲笑为喝醉了就支持天皇 酒醒了又开始支持幕府 但是此时 他们确实是能够推动政治局势的重要力量 向尔郎回到高知之后 向三内龙堂提交了传宗八册和萨摩藩的态度 三内龙堂于是立即命令准备剑白书 不久之后 贺藤向尔郎带着这份被称为大政凤凰剑白案的逼宫提案 前往京都交给老中 转交江户幕府第十五代将军得川庆喜 向尔郎出发之前 版本龙马给他送去一封诀别信 其中有这样的内容 如果剑白案没有被采用 那么你们就要做好被刺死的准备了吧 如果老实你回不来 海员队会找一个将军出门参拜的时机 乘机发动炮击 之后我们就在黄泉相见吧 幕府收到这封剑白案之后 并没有特殊化处理 可能当时幕府已经是经常能收到这种爆炸性的消息了 他们回复说 将军会在十月十四日的列番例行数值会议上亲自答复 当然知识重大 很快各方势力都知道十月十四日将是关键时刻 于是在十月十三日晚上 沙摩番的大九宝利通登门拜访炎昌巨士 在那里炎昌巨士向他转交了 由岛金番番主岛金中义 和他的父亲岛金九光亲自写给大九宝利通的信件 我想即使是在大风大浪中冲浪灌着大九宝利通 看到这封信的内容时也会大吃一惊 这信的附件竟然是天华下达的讨伐德川庆喜的赤令 史称讨木密赤 此外之前因为过于激进而被下令隐居的长州藩主毛利晋卿和毛利元德父子 也在这一天突然被恢复了官位 而在第二天的十月十四日 他们也收到了同样的天皇秘令 在保留下来的岛木密赤上 有准大臣中山中人 郑青厅三条十爱 中日门金之三名公家的大员的签名 并且本文以赵开头 其内容为 原庆喜凭借其累带积累之威 与家族的势力 肆意迫害忠良 屡次抛弃亡命 最终甚至扭曲先帝的赵命 自万民于疾苦深渊之下 罪恶滔天 实为神舟亲父之祸患 正为万民父母 若不讨伐此贼 上不足以慰藉先帝之灵 下不足以回报成名之路 此为正忧愤之所在 只是顾及先皇三期 未成发作 轻得须谨慎体察政心 监督贼城庆喜一胆 肃倾回天之伪计 安置身临于山玉 此政之夙愿 清等勿有懈怠 措辞相当激烈 不过和传宗八册一样 头目密赤是否真实存在 现在也有很大的争议 首先 联署的三个公家大臣 字迹看起来都不太像本人的 而且并没有花鸭也没有印章 可以说是死无对证 而且他们联署的存在 可能就是为了伪在一种 天皇书信的习惯 一般来说 幕府时期天皇的书信 是由秘书写原案 然后天皇看文章的内容 判断没有问题之后 签署一个提示当天日期的字符 再然后 这份副本会交由官白 或者摄政大臣讨论 如无意义再次交给天皇 天皇再写一个可字 表示最终的决定 当然作为密照 不会搞得这么麻烦 确实可能是天皇亲自写的 毕竟信中都没有天皇写的可字 但是既然有公家大员先连署了 就很不合理为什么要劳烦天皇亲自写 而且开头还是个赵字 你想象一个中国皇帝 自己写亲笔信 结果开头写的是奉天承运 皇帝赵约 那不是很奇怪吗 就感觉这位皇帝的文化水平 好像不太高吧 当然这也有可能 直接就是全城都是代笔 为了出事的时候 把自己摘出去 江户时期的天皇 还是有一定的自由度的 这种保险可以上 但是另一方面 交接的方式也很奇怪 当时的延昌巨市还处于因为公武合体事件 而被落外流放的状态 那么把这么一份要命的秘密文件 交给他的私人住宅转交出去 就太不正常了 总之10月14日 在毛利父子收到导墓密赤的同意时间 在聚集了来自40个番的代表重臣的二条城里 德川庆喜发表了一段极长的演讲 宣布接受三类荣堂的建白案 史称大政凤凰 当然这不可能是临时决定 所以对于导墓密赤 我个人最采信的假说是 这是导墓派朝廷官员们上的最后保险 当时朝廷中也分了清墓派和强行导墓派 但是作为朝廷官员 他们的社会地位基础 都是墓府本身的存在 在大政凤凰之前 肯定已经有很多朝城 猜得到泽川庆喜的决定了 那么大政凤凰之后 强行导墓派的官僚 就会失去自己的地位和主张 因此导墓派的幕府官僚们 在德川庆喜宣布决定之前 一点点的时间 示范导墓密赤 其一是为了保持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 避免新政府迅速的回到旧体制 其二是为了给明治天皇压力 其实这才是最大的变数 虽然没有人知道德川庆喜的想法 但是好歹他是真正说话做事的人 所以大家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 但是明治天皇的想法就真是个迷了 万一德川庆喜宣布大政凤凰 咒书送上去之后 明治天皇直接给驳回来 那可就真的是唯心党人的灭顶之灾了 所以密赤发给四强翻 这样可以给明治天皇压力 告诉他就算驳回来 也会被解释成受到了幕府压力 到时候再来一次倒幕战争的话 倒得是不是幕府就不好说了 这天皇亲政 他是接也得接 不接也得接 好在结果是并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10月14日德川庆喜宣布大政凤凰后 将咒书交给公交 15日明治天皇准咒 之后江湖幕府开始了他们的最后工作 也就是政权交接 到12月8日运行工作基本交接完成 延昌巨师恢复官位返回朝廷 12月9日由他主持了王政复古大号令 明治天皇亲政 维新党人和党部派接管了所有要害部门 之后虽然还是发生了多次逆流战争 但是时代的基调就此令下 日本的近代化进程 就这样有惊无险的 没有付出太大代价的跨过了关键一步 都看到这儿了 别忘了点赞关注了 这里是巫女花善礼 我们下期再见